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银行人》 在一个身手不见五指的深夜 长期受老公铁锤精神虐待的春花 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用安定片把铁锤弄晕之后 趁着月黑风高杂子聊 春花的老公铁锤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老板 也是一位研究光学的科学家 春花逃跑的过程惊心动魄 幸亏春花的妹妹东梅是老四季了 关键时刻灵危不乱 猛的一加油 其实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蹭了一下穿上去 只留下铁锤在深夜的风中骂不脸脸 春花逃出来之后 暂时住在了东梅的朋友老臭哥家 虽然摆脱了铁锤 但是常年留下的心理阴影 让春花变得一身一味 总觉得铁锤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看着自己 没过多久 妹妹东梅给春花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铁锤居然莫名其妙的自杀了 这个消息对春花来说太重要了 自结婚以来 铁锤就像一团乌云 常年笼罩在春花的头顶 挥之不去 他又逃不开 现如今铁锤一死 春花是如释重负 心里的那块石头也算落了地 春花说铁锤那孙子就是个控制狂 我的吃喝拉撒睡 行动作过走 包括脑子里想什么他都要控制 一旦觉得不爽就会拿我看脸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他居然还妄想要孩子 脸皮厚的简直是枪头打不透 我可不惯着他 背地里一直在吃着冰云药 不然的话一旦有了孩子 我就更没法摆脱他了 转过天 春花收到了铁锤的哥哥拴住寄来的一封信 原来铁锤在自杀前呢 留给了春花500万美元的遗产 这笔钱会以每个月10万美元的方式 挥入春花的户头 但前提是春花不能有违法性 为了报答老抽哥的收留 春花决定每个月拿出1万美元 资助老抽哥的闺女酱油美上大学 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美好 生活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正面 不过这些美好温馨的画面只是一种假象 晚上春花在屋里收拾衣服的时候 突然感觉尾巴根攒上一股凉气 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第二天一早 春花正在做早餐的时候 煤气灶突然被一只无形的手凝倒了最大 锅里的培根是浴火焚身 很快就烧倒了 火苗子凝笑着 准备把老抽哥家复制一具 要说还是酱油妹的消防关键比较强 什么关煤气盖锅盖通通不用 直接上煤火器 一步到位 及时制止了一些有预谋的犯罪 到了晚上 春花尾巴根又开始攒凉气 他在屋里悬磨了半天 似乎还被人给拍了照 春花从床上起来之后 诡异的一幕出现 这玩意儿究竟是不是诡异春花不知道 反正这姐们是彻底被吓尿 听到动静的老抽哥跑进了房间 作为一名警察 老抽哥认为这一切 都是春花的精神过于紧张造成了幻觉 第二天春花去某公司面试 意外发现自己头天准备好的资料物件 不仅如此 春花聊着聊着突然觉得天旋逆本 一头栽倒在地就啥也不知道 医生经过化验 在春花的体内查出了大量的安定药物的成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春花突然看到那个 他用来收拾铁锤的安定片的瓶子 出现在了洗漱台上 这瓶药春花之前在逃跑的时候掉在了地上 之后被铁锤给剪刀 看着面前的这个瓶子 春花认为这事肯定是铁锤感 换句话来说 春花认为铁锤根本就没有死 随后春花找到了铁锤的哥哥拴住 春花说你弟弟铁锤肯定还活着 他发明了可以隐形的东西 正在不断的骚扰我 你给他烧个话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请他不要再纠缠我了行不行 拴住说我弟弟那个人你应该了解 他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 想当年我也是身受其害 小时候整天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中 我简直都快疯了 拴住说着拿出一大照片 说铁锤的尸体我是亲眼得见的 他是真的领了好汉 虽然拴住说的是有鼻子有眼 但春花是一个字不信 随后春花来到了妹妹都没讲 想就铁锤是死是活这个问题 进行深入的探讨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有人居然用他的邮箱 给东梅发了一封侮辱其人格的邮件 春花说这肯定是铁锤那孙子干的 他的目的就是挑拨离间 尽管春花不停的解释 尽管东梅也看出了这里面可能有误会 但按照剧本的设计 此时此刻他必须摆出一副 不听不听就不听的愚蠢姿态 春花回到家打开邮箱 看了看那封发给东梅的邮件 文笔很清新 一看就是铁锤的风格 用词很恶毒 把东梅骂的是一文不值 为了把春花逼到绝境 隐形人突然给了酱油味一大嘴 老抽哥虽然觉得事有蹊跷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 春花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揍自己的规矩 但此时此刻 他必须抛掉所有的逻辑 关闭自己的职商 摆出一副不听不听就不听的态度 把春花彻底孤立起来 目前的形式是 所有能帮助春花的人全都离他而去 他现在只能靠自己 在安逸的情况下 一个人很难发现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可一旦被逼到绝境 只要没有彻底的绝望 那么他发挥出来的潜能是难以想象的 四面楚歌的春花 现在是谁都指望不上 他目前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 从这一刻起 你会发现春花的语气和表情全都变了 智商也充满了电冲到了第一线 虽然他看不见铁锤 但他知道铁锤就在房间里 春花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 但铁锤依旧是无动于衷了 这个时候春花眼珠一转 打起电话拨打了铁锤的手机 铁锤的手机铃绳突然从天花板上传了出来 春花顺着梯子摸了上去 不仅看到了铁锤的手机 还发现了他去应聘工作时准备的资料 而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问春花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此时的春花已经不是无脑的傻白天剧主了 他集中生智一桶油漆就破了下去 果不其然隐形人当场就原形毕露了 在被隐形人胖揍了一顿之后 春花的任多二脉被打通了 智商再一次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他打车回到了昔日的家 发现了铁锤研发的隐形衣 隐形衣一共有两件 这件是被用的 春花把隐形衣藏好之后 急忙仨子聊 晚上春花把妹妹东梅约到了御览餐厅 打算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说一下 可没想到隐形人也跟着过来 不仅杀了东梅还嫁祸给了春花 很快春花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了 随后老抽哥和同事对春花进行了审问 虽然春花想说实话 但他意识到隐形人就在屋里 所以表现出来的状态就像个精神病 医生经过检查 发现春花居然已经怀孕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春花有点梦圈了 因为之前和铁锤在一起的时候 他一直都采取着措施 这个时候铁锤的哥哥栓柱来到了精神病院 给春花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由于春花杀了东梅 并且成为了一名精神病人 因此按照之前的规定 铁锤留给春花的遗产将被收回 不过最后栓柱给了春花一个选择的机会 如果春花愿意生下孩子 那么还可以继续继承铁锤的遗产 拴住说其实铁锤早就把你的避孕药给换掉 只是你一直都不知道 你自要是妥协答应生下孩子 继续和铁锤在一起 那么作为一名律师 我可以证明你没有杀董妹 也可以证明你不是精神病 在这场不愉快的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 春花趁机偷了一只钢笔 然后回到房间就开始自杀了 隐形人一看那能干嘛 上去钢要阻止 没想到中了春花的奸计了 春花拿着钢笔 披头盖脸的冲着隐形人扎了过去 虽然没能把隐形人干掉 但是也让对方的隐形不能 遭到了一定冲突的迫害 接下来精神病院就彻底乱逃 警察和保安们全被隐形人给做蒙圈了 紧接着是春花和隐形人的一场巅峰对决 隐形人也没隐瞒 说自己下一个目标就是酱油妹 春花听出来是铁锤的声音 希望铁锤能悬崖愣马回头是岸 可铁锤根本就不听劝 春花急忙给老抽哥打了一电话 说酱油妹有危险让老抽哥赶快回家 老抽哥刚回到家 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呢 就被隐形人劈里啪啦碰揍了一顿 接下来春花的骚操作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难怪前面酱油妹用灭火器名 原来就是为了给这场戏做铺垫 伸中竖枪的隐形人终于躺在地上不一动 春花拽掉隐形人的头套一看 居然是铁锤的哥哥拴住 随后大批的警察来到了铁锤的别墅 在一个小黑屋里把被绑架的铁锤给救了 春花说你们都被骗了 这一切全是铁锤扔了腰带 所有的换事全是他干 虽然铁锤骗过了警察 但却瞒不过最了解他的春花 为了彻底删掉自己的噩梦 春花回到了西日的家 甚至上卫生间的机会 他穿上了那套备用的隐形衣 七里咔嚓就把铁锤插了 影片中个别情节的设计虽然显得有些欠强 但整体氛围还是不错 尤其是伊丽莎白莫斯殿堂级的表演 为影片增色不少 影片的寓意显而易见 矛头直指当下的家庭暴力 虽然有些女权的色彩 但也只是为了表现女性 在男权社会中的本能的反抗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的 既然携手精为诚 彼此就该多快乐 有事说事别动手 以德夫人行不行啊